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坐飞机会不会害怕 遇到气流会不会担心 有一件事发生在我身上 有一次坐飞机 从香港到台湾攻干 大家都知道这个旅程其实是很短的 但是当飞机飞到颇高的位置的时候 我那时候坐在飞机的左边的机翼 另外我就亲眼看到在我右手边的机翼 就是对面 突然间我听到碰撞车 看到有点光 光闪了一闪 当那个机器碰撞的时候 整个机翼都会震一震 我看到有一个人 他刚刚坐在那个位置 我看到他很紧张 立刻起床 然后左眸部右眸部 很旷徨地 但是其实当时我看着他的时候 我又看着自己 其实我自己的两只手 已经扶着坐飞机的耳柄 其实我是跟他一样紧张 其实这个是在表示 我都没有安全感 我都很害怕 我要拿着这个耳柄才有一个安全 其实大家都知道 当这个飞机如果真的跌下去的时候 你就算拿着这个耳柄 都是会跌下去的 那什么事呢 初初我不知道 但是那段时间 我知道大陆和台湾的关系都挺紧张的 所以我的想像力很丰富 我以为那些飞弹 不知道在哪里射过来 然后就踏车 搭不到这个机舱 但是他当时很紧张 我第一件事我留意的 除了留意这个人 之外 我就开始留意那些空姐 最怕空姐拿着这张牌子 我就知道 就不妙了 但是谁知道他没有 我就叫那些空姐 走来 走去 走来走去 竟然没有牌子 然后我就听到机长开始报告了 各位亲友的旅客 刚才很不幸 当我听到很不幸 还很紧张 她说很不幸被雷打中 不过我们有一个很好的被雷系统 所以大家 她用英文 她说大家可以 sit back and relax 大家可以 很舒服地继续你的旅途 当我听到她这句话的时候 我的两着手 才放松了 但是这个整件事 给我有一个功课 人很多时候 都是无法 我们无法 无法掌握到我们的生命 要去就要去 但是 我们的真正安全在哪里呢 不是我们所拥有的一切 正如圣经作者说 在《弗洛比书》第四章第七节 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稣里 保守你们的心怀而连 出人意表的平安 所以各位朋友 真正的平安 并非你自己去创造出来 真正的平安 是神所给你的 希望你今天 能够拥有它 相信它 我感谢大家 祝您 到此